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美中首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所取得的成果 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美国智库尼克松中心的中国研究项目主任 唐安卓 安卓 汤姆森先生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 首先是湖北的胡先生 胡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谈一个观点 美国和中国的战略合作呀 有着广泛的前景 我们要看到 而且应该清醒的看到 中国的这个崛起是和平崛起 而我们现在感觉到呢 美国和中国的这种战略合作 美国有点小家子气 气度不够很大 那么下面呢我再提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呢现在承诺呢 是希望呢这个中国呀 不要担心美国的这个债务啊 这样一些问题 那么我想问的 问这个嘉宾的是 什么样的这个这个这个承诺怎么样能够兑现 好就这样 嗯好的谢谢 湖北的胡先生 好 唐安卓先生 请您回应一下 他提出的这个问题 在闭幕的时候 在这个有一个宴会 晚宴上面 王岐山副总理呢 说到 不要因为担心中国的事情 而睡不着觉 我想他要强调的就是 中国的崛起呢 是和平的 美中经济之间的这个交流呢 还是良性的 那的确呢 有些人对于中国目前持有美国国库券呢 大概有这个八千亿美元左右的这个这个债券的感到是担心 那么中国当然也担心 也表示他们对于美元的这个这个担心 关于美国的联邦预算的这个赤字的担心 那么他如果美元贬值的话呢 就会影响中国的资产 那么所以呢 中国担心的是要保护自己的投资 而美国方面呢 可能担心中国可能会要利用他们目前所持有的美国的国债 作为一种杠杆力量来影响我们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啊等等 所以呢 我想王岐山他没有讲的呢 就是现在在中国的政界精英界里面 的确有人在提议中国可以用持有的这些美国的国债 来作为一种胁迫的手段 我想呢 这个对于美国的很多人呢 就是令人担忧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潜在的不信任 所以我想美国要是债务能够低些 当然能够高兴得多 中国呢 也要考虑一下他怎么能够降低他对于出口的依赖 能够不要再有这种所谓的美元陷阱 他也许可以找到别的方式来来处置他的这些美元的资产 那我想双方的都可以同意的一点就是 我们大家有共同的兴趣和利益 想要维持美国经济的强健 能够加能够保持美元的强劲 那么我想我们双方的都是不断的在重复这样的一种立场和观点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各自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来防止通胀 并且确保贸易能够更加平衡 我想这是非常复杂的 它需要一些结构性的改革 尤其是在中方 而不光是简单的一些政策 要求美国来降低减少对于高技术出口的限制 好的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时时大家谈节目 请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0810-866-837-5161 下面我们来接听广西李先生的电话 李先生你好 李先生你好 嘉宾好 我觉得中美这是对外最大的成果 就是在环境保护和清洁能源 就是两方面的很广泛 就是从温室市场排放量来说 两个国家是最大的国家排放量的 就是从市场消耗来说 也是最大的两个国家 必须加大财力来投放生质能源 来发展替代能源 来发展经济才是 业绩的 注意的发展下去的 这是很重要的 对全球都很贡献很大的 另外从两国的贸易力来说 人员来说已经 为了促进自己的内衆 所以两国的贸易力可能差弹很大 就是好的 好的 可以两国的经济发展风筝是由一些展变 由一些思考 从长远来说的 因为美国的高额力很高 应该放开对中国的出口 对中国的帮助是很大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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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广西的李先生 那么他刚才谈了很多其中的重要的讲说 这次的这个战略与经济兑换呢 在环保和这个清洁能源方面 可以说是取得很大的成果 那么另外呢 他也谈到的美国应该放开对中国的出口 那么这个对美中双方呢 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那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大部分的研究呢 都已经展现出 美国的出口管制 其实对于贸易的影响还是极小的 有一些统计数据表示 其实它是只占了整个贸易的1% 或者是1%还不到 所以呢 在这里有很好几个原因 为什么要延续这样的这种控制 我想更大的一个障碍呢 是因为政府缺乏这个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大家要记得 大部分的这些高技术 它的知识产权呢 是由美国公司所拥有的 而不是美国政府所拥有的 所以要有更有效的 美中之间的技术的这种转让的话呢 它不应该是由政府之间的这种来协调 而是私营部门之间的 这就需要对知识产权的更多的保护 在中国啊 有很多的公司呢 他们担心呢 他们不愿意向中国提供最好的技术 他怕的是被偷盗 所以呢 要进行一些 如果中方的经济 如果能够进行更多的一些结构性的改革的话呢 它的效果会更好 那么如果能参加全球的政府采购的协议 这是在世贸下面的 并且能够降低 关税壁垒 能够增加市场的准入 提供更多的贸易和服务等等 这个呢 当然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 也能够降低贸易的不平衡 还有一点呢 在这里没有谈到的 或者说在这个成果当中没有谈到的 就是卫生医疗改革和中国的这个保险 医疗保险 这一点呢 中国呢 正在大力的来做的一件工作 可是美国保险公司在中国出售人寿保险和卫生医疗保险的这个受到很大的限制 如果能够增加鼓励竞争 能够引入技术经验的话呢 当然能够改善中国的这些方面的医疗改革 也能够改进中国的这个制度 所以如果能够增进这一点的话呢 能够增加中国的消费 另外呢 也不用太过度的依靠这个储蓄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带来更加可持续的中国的经济制度 同时呢 也能够贸易带来更多的平衡 但是我想中国应该更多的来找眼 考虑这些这种变化 并且呢 把它的市场呢 更多的与全球的经济市场呢 来整合 刚才这个听众讲到了 能源安全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刚才广西的李先生谈到了这一点 这也是非常重要 另外在这个领域呢 中国和美国呢 在未来也可能会看到有冲突 但是我对这个看法呢 并不同意 我认为中国和美国有很多的机会 来合作 来确保对相互的这个能源的安全 所以我想中国在这方面 也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进展 他们已经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同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中国要承认市场在能源上面的一个 所扮演的角色 不要把它看作是零和游戏 或者是把从纯商业的角度来运作 它应该更多的来看一看 国际的能源的这种公司 在这方面呢 希望他们能够更多的依赖于市场